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移区公所三度开办新移民美术创作班 在刘伟华老师细心指导下 短短两个多月 学员们就画出了令人惊艳的作品 活泼可爱的越南叮当舞 为这场成果展揭开序幕 这是由台北市新移区公所举办的 新移民美术创作班成果展 已经迈入第三期 指导老师刘伟华表示 这一期采取比较困难的透明水彩作画 希望鼓励学员勇敢下笔展现自我 有的学员画到第三个版本才教出作品 让他很感动 同学在第一堂课觉得很辛苦很痛苦的状况下 然后到第二堂课的那个修正 然后水用很多慢慢慢慢的 大家也都上手了 而且画出来的效果也都很不错 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同学 并不满足于课堂上画的那个效果 回家自己买纸 把颜料带回家 重新再画 有些同学甚至画了三版 才教出一张满意的作品 这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 真的很认真 非常的认真 展出的作品分为两大主题 其中学员们彩绘的永春皮灯饰 重现今年元宵节新一区主题灯区的美景 让新一区公所区长陈冠林大为惊艳 刚开始看到这些画的时候 有一点惊讶 因为我还以为是我们上一档 留下来的这个摄影比赛得到的作品 得奖的作品继续在展 但是仔细一看才发现说 哇 这个全部都是画出来的 而且再更仔细看会发现 他们比起我们原来的摄影作品 其实多了更多这种艺术跟感情 放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 大家来这边细细的品味的 另一项主题则是各国花卉 来自香港的冯子薇 就以香港丝花 养子金花作为主题 象征家人永远在一起 平常很少时间画画的她说 这次真的画得很爽 认识很多新朋友 在课程上面是 可以很放松的去 自己去发飞 自己去画 然后这一起真的画得很爽 因为平常都是很真的 没有空去画画什么的 但是参加这个 我觉得就是每一次 我也有把画带回家去画 那很享受 冯秀之则是选择画江西省的省花 同时也是台北市花的杜鹃 连续三期参加美术班的她 以前完全没有绘画基础 一路跟着刘老师学习 最开心的是看到自己逐渐进步的成就感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完全可以静下心来 然后呢 当你不管怎么样 尽管自己也不是很满意 但是还是看到了 那个进步的那个 也蛮有成就感了 看到了进步的那一面 以百花之王牡丹作为主题 第一次学画就选择最难画的花朵 来自湖南的叶鹏 感谢刘老师的协助 让她能顺利完成这幅作品 这幅画了好多好多时间 当然刘老师也帮了我很多 教我很多 她真的很会教 哇这幅画好疗愈好开心哦 除了展出绘画作品 学员们还以走秀方式 秀出结合设计图样的创意手提布袋 台北市新义区公所方面 邀请大家到新义行政中心 一楼文化艺朗欣赏 新移民姐妹的创作才艺 从新移民的角度感受世界之美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芒果产季到来 台南市副市长叶泽山和农粮署联手推广 台南芒果甜品和手摇引 也欢迎民众到台南来游玩 品茶当季的鲜芒果 台南芒果强强联手 清凉冰沙搭配芒果泥 还有抹茶混搭芒果 别有一番日系台味体验 这是台南市政府和农粮署 用职人精神共同行销台南芒果 特地北上来推广带来 产地芒果甜品和手摇引 介绍特色商品给大家 装有我们台南芒果的芒果汁 先把它拿起来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滚杯 好 这呢 让这个杯子沾满满满满的 爱闻芒果的这个黄澄澄的感觉 感觉夏天到了 那第二个步骤 我们拿起这个打好的牛奶冰沙 那跟我们刚刚已经滚好杯的 这个芒果 果汁 对 我们shake在一起 我们直接大力地把这个牛奶冰沙 倒进这个芒果汁里面 豪卖地倒进去 像我们芒果切丁的感觉 芒果切片 一层一层的堆叠 就形成了我们这一次的Moshi Mochi 他们在夏季所推出的限量饮品 台南芒果产量居全国第一 甜度高且香气浓郁 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 台南市府也推广台南国际芒果节 有官方账号推出吃喝玩乐的丰富资讯 还可以直接连接到芒果下单区 方便民众选购 产地指出鲜果 那台南是芒果的故乡 有台湾最大的芒果的一个产地 那也生产了全世界最优质的芒果 所以今天代表黄市长 特别到农委会这边来开记者会 一来感谢 二来是跟爱好芒果的这些粉丝朋友们 宣告台南的芒果祭正式开始了 那我想今年的这些国际芒果节系列的活动 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 刚刚我们的诗意也特别介绍了 我们今天带了几位达人 有Moshi Moshi茶饮的达人 有果酱南海 这个是全世界金牌冠军的 这是果酱的达人 那另外我们刚刚还有 肥猫咖啡 这个是咖啡的职人 所以为什么带了这么多的这些达人跟职人来 主要是刚刚 胡子伟又提到了 其实芒果不只是鲜果吃好吃之外 它还是百变女王 搭什么都好 哇 百搭 所以也希望说今年特别 邀请很多的这些料理达人 共同与芒果来混搭 那打造不同的这种所谓的甜点也好 沙拉也好 各式各样跟芒果结合的这些餐饮 让大家感受一下芒果的百变魅力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跟了很多的达人 做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另外今年其实也希望 各地的爱好芒果的朋友们 大家都能够尝到最新鲜 产地直接配送的这些鲜果 所以我们也搭配了所谓的快散 这些物流 能力物流的车子 从彰化 台中 苗栗 桃园 双北 让大家可以很快速的买到产地 最新鲜 最甜美的这些芒果 那另外这一次我们也跟胖卡的联盟 有很多的胖卡车非常的有特色 不管是披萨的 烤肉的等等 我们跟这些胖卡的联盟来合作 把芒果跟他们的产品来结合 然后在全国各个城市 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些胖卡车 跟芒果结合的这些饮食的部分 在各地都可以看得到 让大家可以就近就品尝到 很多混搭的这些芒果的美食 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一次 系列的芒果活动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也有一个LINE的一个官方的一个网站 透过这个网站 大家可以随时掌握我们这些芒果相关的一些活动 包括一些体验等等 那包括一些也可以透过这一个官方的LINE 可以直接连接到芒果的所谓的这些电商平台 可以直接去做相关的一个采购 那最后要邀请大家的是 6月22、23是我们国际芒果节的开幕 地点就在我们走马赖农场 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的台南芒果季 那品尝今年最鲜甜的芒果 我另外要跟各位说明的是 整个的芒果 虽然说大概上个月 因为南部的干旱 果形有比较小 可是很意外的 上个月在各大的超市 这种四盒庄的 比较小粒的这些芒果 反而是好像 很受我们的消费者的喜欢 那大概从上个礼拜开始 南部开始下雨了 那我们的芒果树也受到水分的滋养 那真正的呈现出它的一个国品的一个品质 所以中大国的比例越来越高 刚好端午节到了 这是一个非常送礼 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那我也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全国民众 有机会到超市 多多选购我们的芒果 台南国际芒果节在各产区轮番上阵举办精彩活动 有芒果冰气泡饮甜点和芒果料理品尝及制作体验 欢迎民众来参加 还有芒果快闪巡回车在全台跑透透 相信可以到芒果节观望粉丝专业了解 为了呼吁各界重视网路霸凌的严重性 董事基金会从2020年起就进行了网路霸凌伤害防治工作 提议每年6月第三个星期五是停止网路霸凌日 今年与全台10所学校20位名人合作 呼吁民众要正视网路霸凌所造成的伤害 来帮助网路霸凌的受害者 大家有发现你身边的朋友 是不是因为受到一些网路的霸凌 被忧郁先生给残葬了吗 艺人陈汉典 威廉 大赫 体育选手林书豪 周天成 吴嘉颖 还有歌手李爱为 陈琳九 林凡 以及主播网红等20位名人 特别拍摄影音及贴文 响应董事基金会倡议的停止网路霸凌日 艺人威廉和大赫更以自身经验 呼吁民众正式网路霸凌问题 受关注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多的人 攻击我啊 包括主持不好啊 说我这个英文发音不好啊什么什么 那那几天的这个 而且同时间你还是要必须要继续在工作 而且要继续在场上 那我可能就多了这五虎哥啊 或什么 但这些所有突然间一晚上多了四五百折的人 那刚好我这个人又犯贱 我也会去看 我也会去看 那现在的青少年 他当然是的身心灵的没有办法那么健全 那我们是已经千疮百孔了啦 所以多了这几个洞 但还是会痛啊 还是很不舒服啊 我自己有一个防火墙 我尽量去筛选 就有大部分我还会自己去观察说 他们的攻击 好像没有攻击我不帅这件事情 所以我就想 详细分析就对了 分析下去 就是我在找寻说这些四五百折的攻击当中 有一些人是真的有建议跟建议的 就说 你可以再去上一下英文课案 然后发音的问题啊 然后我们支持你这个我会吸收 他那时候留言说 我看了播出 原本不认识你了 我还特地找你的粉丝专业来骂你 赞 赞 谢谢你 恭喜你认识我 对对对 我就只能说 谢谢你还花时间 花力气 对 来找到我的粉丝专业 谢谢你哦 因为我觉得 伸手不打笑脸人啊 所以你是高EQ回应的耶 我只能这样做啊 那这个时候伤痕 但是留在深夜里面 自己在那边这样子 OK蹦踢一下 OK蹦踢一下 所以我要让这些人知道说 其实你即使一句不经意的留言 但其实对于伤害 很担忧我之后都不太赶算 那个节目 发了我几次通告 我只能说不好意思这样 哦 那其实像我家男生之间 很喜欢开玩笑 有的时候你怎么去分辨 他是开玩笑 还是真的在恶意重伤呢 你会怎么分辨 你的方法 其实这很主观 哦 真的啊 就是你觉得是开玩笑 那就是开玩笑 但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恶意的 我觉得是恶意 那就是恶意啊 所以这个时候你伤害就造成 所以我觉得每次 大家要讲一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要停看停 这不是我上船的耶 赶快确认一下账号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来不及了 已经有人转船啦 不要看啦 不要传给别人 笑死 这不是你自己po的吗 不是啊 还有你怎么也可以这样看 根据董事基金会调查指出 全台青少年中 2.5%有被网路霸凌的经验 而调查也发现 从旁观者转为发生者 有将近五成几率 可以让霸凌者停止行为 因此今年董事基金会 也和全台时间学校合作 宣导停止网路霸凌日 我们在跟这个 我们的心理 心理卫生中心 在讨论到 有关于网路霸凌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一再企图 能够从法的方向 来针对这种所谓的 网路霸凌的防治 能够产生积极的效果 事后的处罚 损害都已经发生了 伤害都已经发生了 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伤害 是太严重了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 能够呼吁我们的政府 能够正视网路霸凌的问题 不要只是在 一些地方机构的这些 有关于中小学教育 校园霸凌的这个领域 来做一些空谈 其实我也参加过 不少这样的一个会议 我们的教育机构 现在几乎都是校园霸凌 就是教育机构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教育机构 他们所必须要管理的项目 是如此的繁杂 你要让他们真正能够 在校园霸凌的领域 尤其是网路霸凌的领域 能够发挥功能 我个人是觉得 非常非常的困难 因此希望我们的 呼吁我们的政府 呼吁我们的社会大众 要重视这个网路霸凌 针对青少年可能产生的影响 我们大家必须要能够 拿出对策 学生使用3C产品时间的增加 那学校更有责任要教会同学 同理尊重正确的使用网路媒体 那当然呢 在这边我们也一再呼吁宣导 跟同学讲说 一旦遇到网路霸凌事件 我们就是记得不要害怕 也不要自己隐忍 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找学校的老师 或者向家长反应 那当然呢 在这里 学校就一再呼吁他们 学校一定会陪你勇敢 不要一人孤单承受 那在这边呢 学校不管是调查事件 或者是事件的澄清 还有有关于相关事件 同学们的情绪重建 这些学校一定都会提供 所谓的资源还有协助 而少精神科医师陈子才表示 青少年遇到网路霸凌时 可能会有忧郁焦虑情绪 父母观察到孩子常流连网路 饮食睡眠习惯不正常 心情明显低落 很可能就是遇到网路霸凌问题 这个过程里面 可能我们不只认识到 这个东西对生活的一个伤害 可能我们也低估了 所谓它跟传统霸凌的不同 很多家长或很多的成人 会觉得我关掉就好 可是我们对霸凌的定义 是一个慢性重复的 是吧 可是呢 当网路每一次开 每一次就跳出来 他虽然只留言一次 他其实对孩子来讲 他就是一直重复的一个状况 怎么样让孩子了解到这个部分 所以整个来讲 我觉得霸凌单就像我刚才 就是校长们或所有人提到 他其实是一个自杀自伤的高危性群 所以孩子在这个霸凌的一个过程 当然会觉得很受伤各方面 所以其实从防治到了解孩子为什么会受伤 就是主观的感受跟客观的事实 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孩子花多少时间 他的世界是不是只剩网路世界 那可能这是跟大人很不一样的一个看法 还有他们的生活作息 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影响了什么 其实我觉得孩子是会丢出说 一个是他的作息会受影响 睡眠 心情 吃东西 就是生理上面会受影响 另外一个是当孩子丢出讯号 比如说我告诉你 通常我们会觉得不是那么严重 就你关掉就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太轻忽的点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应该要有更多的认识 那第三个是让他们学会去 有困难 我觉得不一定到真正很严重 有问题 我觉得他们就可以去寻求 所有可信任大人的一个协助 董事基金会希望借由倡议停止网路霸凌日 提升青少年心理任性及网路霸凌防治观念 也呼吁政府应更完善网路霸凌防治相关法律 保障社会大众使用网路安全 以及对霸凌行为有所嚇阻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近日性骚扰事件连环报 台北市松山区公所为小印人口政策 的愿景倡导性别平等观念 特别前进中轮高中开设认识数位性别暴力的课程 透过轻松有趣的怪兽解体公司桌游 带领中轮高中的高一学生 更加认识社群媒体可能带来的数位暴力 松山区公所举办认识数位性别暴力课程 邀请深度研究数位性别暴力的边边女力协会秘书长谢力君 透过轻松有趣的怪兽解体公司桌游 让学生了解性别歧视等各种状况 杜绝校园数位性别暴力的发生 同时借由更与时俱进的方式 进行性别意识陪力 启发学生对于多元性别文化的认知 中轮高中一直以来 各位同学的表现在各界都是可圈可点 包括我们这一次参与是预算大家的提案 也都有进入特优 那也谢谢各位同学今天呢 在等一下网易老师会跟大家上这个很重要的课程 那这个课程老师呢 有准备了一些这个桌游的道具 相信呢一定非常地精彩 那也谢谢校长还有老师 还有各位同学的支持跟参议 我们的区长呢非常关心中轮高中 他其实他是从 是去年嘛对不对 去年才来到松山区 但是呢比起校长过去 我知道的之前的区长而言呢 我们的区长呢来中轮呢 已经好多次了 而且每次都带礼物来 这一次带的礼物就是给同学们的 看到你们在旁边有那么厚厚一大本 非常精美的那个笔记本之外 还有就是支持我们这些课程 所以就是非常感谢我们区长 对我们中轮高中的关系 中轮高中校长刘晶晶也特别感谢松山区公所 再次与中轮高中合作开设课程 期盼透过课程启发学生们对于多元性别文化的理解与尊重 并学习自我保护的方法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为了维护民众使用生鲜蔬果的安全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生鲜蔬果检验残留农药的结果 112年4月发现了不合格率为24.4% 包括了常见的白萝卜 小白菜 韭菜 其中这个迷迭香更被检验出六项农业残留 婆婆妈妈上市场挑选生鲜蔬果 但小心吃进度的不止营养还有农药 台北市卫生局定期指市场蔬果零售业者 超市卖场餐饮店等处 抽验生鲜蔬果残留农药 抽验45件蔬果产品中 11件不符规定 包括迷迭香 芥兰菜 白萝卜 百香果 米豆 小白菜 韭菜 各一件 各检出1到6项残留农药 韭菜花 茄子 各两件 各检出1到3项残留农药 不合格率高达24.4% 那这一次的45件里面的11件不合格 那有包括就是像迷迭香啊 芥兰菜 白萝卜 那还有百香果等等 那这11件的不合格的话 它的抽验的地点有包括就是市场的部分 那还有包括就是餐饮业的蔬食店 那当然还有花花就是卖产 那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在抽验不合格的 如果是农药残留超标 那我们就会根据这个蔬菜水果的来源 譬如说可能是在中南部的一个产地 那就会移到产地去请当地的主管机关去做进一步的查办 那如果违法的话 依照食安法是可以处罚6万元以上的罚缓 那这个部分在这几年 我们在农药的检测的部分 我们逐渐去朝向就是所谓的高风险的产品的一个抽策 那这高风险的话是依照食药署跟农委会 那还有环保署他们在中央所开会之后 那根据他们所手上的一个资料 那去做这样一个监测 那这个监测的话就是让我们这几年在抽验的部分能够比较精准 那当然因为比较精准的抽验 它的复合格率也会偏高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只要在台北市抽验的 我们除了就是去追查它的来源之外 那同时也会就是充斥在台北市的农产公司 因为它是我们在台北一个很重要的批发市场 那它也会根据我们移工的底下下去 去做另外的一个监测 卫生局表示贩售业者应要求卖方提供 并保留完整产品交易凭证 并将产品外箱来源资讯拍照纯正 以利后续追查不合格产品来源 那这边我们也提醒就是在贩售业者的部分要注意 你每项的来源的话应该要留下相关的买卖的文件 那有一个良好的记录才能够去缩远去做这个追踪管理 那当然如果在消费者的部分 你买到蔬菜水果的话 回去就是多加使用流动清水去做清洗 那都可以减少这个农药残留的这样一个影响 卫生局表示在市面上抽验产品属终端管理 唯有落实源头田间监测及产地加强辅导农民 于栽种时正确适用农药 才能有效减少蔬果残留农药问题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道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道 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与世产业 台北市文山区 未来要精进在地灾害应变中心 各编组执行山坡地 老旧聚落灾害遣世地区的疏散作业 确保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进行紧急疏散演习 以景东里先机盐聚落为场地 动员景东里防灾小组和指南里支援 展开师兵演练 山坡地极老旧聚落疏散避难 要如何实施且缩短作业时程 有赖日常演习及检讨精进 台北市文山区办理防灾社区演练 以景东里先机盐下方 子范公一带的山坡地老旧聚落为演习地 假设台风雨量已达疏散标准时 如何将列管住户紧急避难安置 甚至强制疏散 那其实我们这个等于就是在温故之心 随时做好这个应变的一些防灾措施 那么因为我们景星路这边一带呢 就是属于山坡地带 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些编组 比如是防灾的这个疏散避难组 关怀组还有这个巡逻络组 对还有劝导组这些 还有交通指挥组 那我们都会做一些编排的 平常的一些工作 让他们养成一个习惯 遇有任何的灾害发生 或者我们做一些预防性的一些宣导 这个都是我们平常这防灾组必须要做的一个任务工作 对 这个所谓的预防剩余治疗 我们就是避免这个灾害发生 将这个灾害能够降到零灾害 那如果万一不小心有灾害的时候 至少我们这个民众可以马上及时的 可以使得上列来先做一些疏导劝导 甚至疏散的一个避难工作 将这个造成灾害的这个伤害呢 降到最低 那公布来救灾的时候 也能够及时马上能够配合的 大家一起上下一条心这样一个推动工作 这次很荣幸啊 我们指南里能够跨离来做这个 山区老旧部落的演练 其实我们指南里在我们文山区来讲 我们就是属于山区的一个形态 那因为这次是山区的一个老旧部落 那我觉得我们指南里因为也很多山区 所以我们就过来跨离支援 那因为这样也能让自己的一些 离灵应变小组能够更熟悉 如果遇到情况该怎么样去防护 那我觉得多一分准备总是会少一分的伤害 那其实两年前我们也在文博家里也演练过 那我们指南里也是跨离来支援 那这一次又有这个荣幸来跨离支援 我觉得就是让我们的离灵应变小组 更有这次的机会来做更熟悉的演练 今天演练的部分的重点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疏散的一个引导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遇到灾害的话 我们要先宣导居民该做怎么样的防护 那防护之后呢 如果雨量达到多少警戒之后 就要疏散民众 那引导他们该怎么样疏散 不要惊慌 然后慢慢来这样子 才不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大家好 我是里长高凤谦 信号局已经发布了 艾特斯台风海上警报 请大家做好防护准备 门窗要关好 家中备水存粮及手电筒 台风期间少出门 里长透过里林广播系统持续宣导防胎 警董里和指南里也启动防灾应变小组 协助里区警戒通报 抢救救护 撤离引导作业 各项科目透过演习修正程序 期许能在灾害发生时 达到减灾避灾与最有效的救援 因为每年防汛期前我们文山区都会办理一些老旧聚落的一些防灾演练 那最重要是最近的强降雨会造成很多土石流 包括我们一些测沟的淹水的地方 那这一次的演习是着重在于测沟 我们知道现在每小时的强降雨 动不动就会超过70、80公里 那测沟的负荷量其实都会远超过 那现在最主要就是说 希望清洁队在之前的疏通 测沟的疏通 还有遇到发布土石流的警戒的时候 那我们李林系统可以动员起来 然后最重要是结合防灾室 在这一次的演练都会结合防灾室 来疏导一些居民的疏散 还有一些防洪的一些设施 那个措施等等 因为我们文山区刚好是博家里跟景东里 这两个地方是老旧聚落的聚集地 所以说我们每年会择一 去年是在博家里 那今年就会在景东里 最重要就是要让我们李林系统 熟悉整个SOP的演练 所以说我们一年会在博家 一年会在景东 让所有的人员都熟悉整个地形 地貌还有居民的疏散演练的一些相关措施 另外消防警政救护与清洁单位也共同参与演习 支援车辆维持疏散作业 有效缩短撤离时程 同时在演练完毕召开检讨会 相信未来在面临灾害时能够达到灾情预防灾中应变 灾后复原的效用 使灾害损失降至最低 守护居民安全 大稻城早期是弥谷产业的重镇 为了要重现在地的风华 具有百年历史的大稻城夜静发商后 发起了首届2023稻城时光季活动 将在迪化街北段进行百年来首次封街 举办台日文创大街市集 结合在地的商家与市集首作者 重现山珍海味的九家菜 有请民众来体验大稻城的文化盛典 为在迪化街北段有百年历史的 大稻城夜静发商号 发起首届2023稻城时光季 让民众穿越时空 体验在地商家与市集首作者 带来的多元民谷赏宴 还有40年前一望要加10万元的九家菜 以及台菜鱿鱼螺肉蒜 从饮食文化认识大稻城的历史 南段是南北货 北段来讲原来是菜市场 从梁州街开始一直到大桥走 台北桥还没重建的时候 这一带就是菜市场 所以买菜一定到这里来 所以每天的食材到这里来买菜就对了 所以在北段这边 因为是食材 还有米这方面的一个产品都对了 所以在后期来讲的话 就比较没诺的对了 就在民国大概60年以后 这个台北桥改建以后来讲的话 这个台北桥这个大桥头市场来讲 就比较没诺的没有 所以说比较没诺的 那我们今天想办这个活动 也就是希望呢 用这个活动再告诉大家 在北段会重新出发 商圈或重新兴盛起来 这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目的 来谈谈以前的故事 谈谈未来的创生 怎么来做 地方节商店怎么再重新再出发 这次我们特别选在百年的古宅 来举办这一次百年的封街 就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活动 来介绍大稻城的米食文化 以及因为大稻城的米食文化 而衍生出更多的商业活动 因为早期这里是一个大稻城码头 那米食集散在这里 然后也进而带进了很多的产业 包括我们的茶叶 张老 还有南北货 还有我们的中药材 这些不管是输出或输入 都是在大稻城 所以也就召接了很多的贸易活动 那这些贸易活动 就会需要这些政商民流 就需要一些交际应酬的场合 那早期通常是用他们自己的输出 私储在他们家里来做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招待贵宾 那时候我们称为这个叫官菜 因为通常都是一些政商民流 自己的始祖 今天的菜很特别 这在三四十年前的时候 一桌要卖台币十万块 十位贵宾 那三四十年后 我们现在去重现这些食材 当老师傅带着小师傅去买 这里的食材就超过了十八万 当酒过三巡的时候 截酒的一个汤品 就是我们的柳梨褂肉酸 当你多喝了几杯了以后 想要截酒就要来一个热汤 那我们常听到的柳梨褂肉酸 这个时候就会上台 围期二十天的稻辰时光季 共分食农工坊 食音绕梁 食好稻辰 以及食来运转四大主题活动 内容包含食农教育讲座 原住民丰年纪音乐演出 食农漫步大稻辰 酒家菜买菜烹饪体验等 展现大稻辰的多元魅力 我们常讲有两件事 很容易让人家感动 第一件事就是美食 我相信各位好朋友都一样 二十的美食记忆 会让你深刻的记住一辈子 然后另一个就是音乐 另一个就是音乐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 第一个用美食来吸引大家的关注 吸引大家的胃 第二个用音乐的饗宴 来让大家回味 五六零年代的时候的那些音乐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主题之中 也包含了音乐跟美食 我们业家来讲 原来在我小时候就对了 大稻辰来讲 只要五月十三 拌豆 拌豆 出米头要大家都拌豆 我们家这个场地都对了 大家看一下来讲 拌十桌 可以拌十桌 那是我小时候最好的记忆 五月十三 所以今年的五月十三 成王爷生日六月三十三 好 我们又有一个拌桌的活动 我们都知道大稻辰其实是台湾 尤其是台北 我觉得它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中心 那也是一个历史文化的中心 那它也是一个可以吸引国际观光客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地点 就是吸引力 它有很大的殖民吸引力 大稻辰大家都知道南中北街 那北街现在大家所在的就是 帕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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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条路没有拓换 所以才保持到现在的巴米的一个正位 我其实很感谢叶靖八号 今天一百年 今年一百年 然后自己就是从民间 自己本身就发起要把 就是在这个北街融华再现 那实际上我觉得其实已经有吸引更多人 而且我相信它因为在随着疫情解封会更多人 那对官方来说 我们就是好伙伴 大稻辰本身就是一个中心 然后让我们整个台北十二个区都发光发亮 2023稻辰时光季于6月10号到30号盛达登场 6月24 25日将举行迪化街北段百年来首度的封街文创市集 邀民众一同来感受道成的时光之美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幽伦神谷艺术总监黄志群 与导演刘若宇共同携手 重新改编2017年首演的《墨剧舞色》 藉由于老庄对谈 在探东方身体与心的力量 结合菠萨画家柯淑林 影像设计王毅胜 灯光设计林克华等人合作共创 呈现幽人前所未有的缤纷与斑斓 墨剧舞色作品的出身 源自于艺术总监黄志群 对于书法家董阳兹老庄说 气势辉宏的艺术大作 以及导演刘若宇 焦富恩师葛陀夫斯基 装作孟蝶的扣问 结合颇彩画家柯淑林的画作 影像设计王毅胜 灯光设计林克华等共同创作 呈现出幽人前所未有的缤纷与斑斓 那墨是中国最伟大的艺术 墨没有水就没有生命 但是墨加水墨分五色 墨其实本身就非常的精彩 因为它墨分五色 但是彩呢 它也是非常的独树一个 那今天呢 我将墨跟彩交融在一起 产生第三个色彩 我觉得这是艺术家的生命色彩 因为这种交融非常的千知百态吧 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变化 那这次呢 我真的非常开心 跟这么多位杰出的艺术家 能够共同的创作一件作品 在各自的领域里面呢 其实呢 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创作呢 是让艺术的高度更提升的 所有的部门团队都融合在一起 然后大家觉得它很棒的时候 才会觉得 哦 原来多媒体做了些什么 对 所以我在这里面 其实还是要很感谢左右这两位 对啊 那个淑琳姐还有瑞宇姐 那尤其是跟瑞宇姐在一起工作 一直以来我觉得很舒服的一点 就是尤其是墨具五色 让我很难忘的一个经验就是 我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在散步 对 我们好像在一个山路里面在散步 然后我就说 瑞宇姐看一下这边有个东西很漂亮 她过来看了一下 她说真的 我们往这边走走看 所以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一点都不紧张 然后很放松的情况下 我们挖掘了很多 淑琳姐的画作里面的很多细节 然后把它放在最适合演出段落里面 那我觉得那彼此融合之后 就会得到一个 我觉得我们都很惊艳的一个结果 老庄说里面 她有某种 她在讨论一些事情 那里面呢 也相关到就是说 我们怎么走我们的人生 这人生是某种 好像在虚无之间 可是在虚无之间呢 就是老子的虚无 但是呢 但这里头却有一种 一种力道 一种劲 你怎么去走这样子 并不是说我们就 我们就不走了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在优的诠释里面 我们用了太极 也是想到 你什么时候发劲这样子 那这个 淑琳的这个波彩呢 根本就是一个发劲的 她就是 一下子就是 她感受到那个状态之后 然后那个力道下去 所以那个彩末在出来的状态 真的是非常 像她讲的千姿百态 所以这就回到了一个 就是说 好像是 从这个老庄的里面 我们怎么回到了人生 她仍然千姿百态 那当然说 这个事情就像 这个 这个益胜 竟然 竟然这个 当其实在现场 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们也 我们就已经很开心很惊艳 很感动了 是因为 她是 她是把她的波彩里面的 那个画作的 哪一个 悬到哪一个角度 像她说 她刚形容说散步 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 因为没有压力的 她就散到这边走的 她觉得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画作 好像是一个力量 我说 哎呀 刚好 我们可以做什么 就是好像 你就在那个画里头 跟着她的画在游走 然后就完成了 实体的人 跟影像的关系 其实每一个段落的 影像跟人的前面 都是有关联的 我觉得这样的画作 实在是一种 我们叫做 无心的创作 那反而有一种 浑然天神 那从她的画作当中 我想到了老子的一个 一段话 呼吸 晃吸 其中有相 晃吸 呼吸 其中有物 幽吸 明吸 其中有精 这样一句话 让我也对应到了 我们所谓佛法当中的 空有不二 一空一有 这样的境界 我觉得自古以来 很多的生贤的一些经典 或是他们的谈话当中 不管已经过了两千多百 两千五百多年 或是三千年 我觉得都同样的 影响到了我们现在 2023年版本的墨具五色2.0 除了幽人善用的古乐 铜锣笛 小等乐器之外 为了加强身体的张力 特邀新加坡 国家太极代表好手郑凯鑫 与剧场人洪一斌 共同演绎 结合幽人团圆 常年休息太极的身体特词 展现太极刚柔并记 武器合一的身段 这一次的比较特别就是 我真的把实体老庄说的事情的 故事放进来 过去的幽其实不说话 最多就是我上去念 几个诗这样子 但是呢 经过了这三年 因为这三年当中 有一些 就是疫情当中 当我们会在工作当中 或者要拍一些纪录片 就问到团人们的心情 他们就开始说大家的心事 说大家的愿望 也说了一些 他们过去的一些看法 我都算觉得 好像在优的作品里面 可以有更多一点人味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过去 我们去年重做的时间 与你共 我们就开始放进去了 那然后 去年也做了一个作品 叫《转山》 那也放了更多的 团员们的一些语言 那这个作品里面呢 我也把这个诠释 跟老庄有关的 这些诗词文具 放进去的角色里头 虽然不多 但是呢 他好像跟人的距离 就更贴近一点 这样 所以这个部分 对团员来说 对打鼓跟打拳 打坐的团员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我想他们一天一天再进步 这样 经典末剧《五色2.0》 将于9月22号到24号 于台北国家戏剧院 11月25到26号 于台中国家歌剧院 12月9号到10号 于高雄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 展开八场的精彩演出 喜爱幽人生活的观众朋友 可千万不能错过 记者李希慧台北报导 120公车通勤月票 将在7月1号上路 副市长邱佩玲 陪同交通部长王国财 视察基隆地区月票整备的情形 副市长强调 基隆市政府会加强协助 宣导月票资讯 为民众提供更多元的交通选择 120通勤月票7月上路 副市长邱佩玲 陪同交通部长王国财 视察台铁状况 在这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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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窗口都可以家族 初期我们会有一个专门夹子 一定会大幅长 不会 就这一个 夹子很快 亲自到专门售票窗口 及闸门通道走趟 了解进出动线是否正常 我们在上班时间 我们会开放近站的方向 在下班时间会开放出站 这个什么时候装好 这个在本周内应该可以装好 随后邱佩玲陪同王国财 前往国王客运金融零食站 视察月票自动储蓄机 预购情形 副市长邱佩玲承诺 会配合中央协助宣导月票资讯 提供民众多元的交通选择 你们那个市政委这边也宣导一下 第一个先到这里加持 加持还有那边 7月1号以后在台铁测站 都会加持 这段期间我们跟宣传说 在台北新北都可以做捷运站的一个加持 有 我有已经请台铁在7月1号 之前要做一些压力测试 那之后要有专人在这个地方来引导 我想我们会看状况有缺点就马上改进 最重要就是临场的应变要非常的快 一二零零都会通7月1号上路 基隆预购人潮相当踊跃 7月1号会增加台铁 基隆 山坑 巴都等车站 提供设定定期票服务 那我们配合整个行政院一个TPS公共政策 以及基北北桃 我们所谓一个一二零零都会通 那我们正式将在7月1日开始 那我们6月15号就正式来做所谓的预购 那现阶段我们各个县市包括基北北桃 我们都全部来做一个预购跟推波 那也这边行销希望各位我们搭市民的一个公共运输的好朋友 积极我们来透过运用这个一二零零月票 让公共运输能积极的一个落实 因为他们原来搭乘是台铁或者是这个国道科运 他们的这一个整个的通勤的一个费用节省就比较多 那每一个人的通勤费用其实也不一定 那所以大概就是说三折到五折 一般就是说比如说他们原来的通勤的支出 那使用通勤月票之后 大概就是说占他们的这个原来通勤支出 只剩下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 金融民众通勤到双北地区 每日搭乘台铁国道客运约有七万五千人 一二零零都会通月票上路 预计可以替通勤族省下五到七成的通勤费用 记者 黄少铭金融报道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十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五十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与世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看 建的国小的小青鸟工作坊 迈入第二年 今年发表儿童看天下 用SDGS阅读世界的成果 六年级的小作家们进行数位阅读探究 分组创写了62本的SDGS知识型绘本 要让世界更美好 在时期下永续发展的目标中 建的国小的小作家们 选择了消除贫穷 拯救饥饿 性别平权等八项议题 进行了62本SDGS知识型的绘本发表 迈入第二届的小青鸟工作坊 在乐推老师张思涵的带领下 孩子们不只阅读 还写作出书 让SDGS浅白已懂 孩子们在实作的过程中 他们必须要学会 做在网络世界里面 这么浩瀚的网络世界里面 他们要找到符合自己 研究问题的正确资料 而且还要能归纳跟整理 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分享给大众 学生练习定义关键字 搜寻资料 阅读网站的文字 绘制新制图 希望带给学弟妹们一些启发 希望说可以透过 这样子的一个新书发表 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我觉得这就是 学校阅读推动的 另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价值 探究课程结束后 6078有四位同学 女人仍然想继续研究 拯救贫穷的议题 她们主动申请参与科华威 线上是为阅读专题探究竞赛 并以《如何帮助街友》为题 进行长达三个月的探究 在这个研究过程中 团队合作非常重要 然后我们也花了非常多时间 在这项报告中 知道了街友 为什么会那么容易没有家庭 主动的去求知 主动的去理解事实的真相 是现在的孩子每一个人 都应该要学习到的重要技术 另外406班的同学 感受身边的问题 活用所学知识 探究有你真好 吸收了很多知识 透过学生自主行动 让师长理解学生的痛点 与难处 一起解决问题 与自主学习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鼓励孩子多阅读 中和国小60一般的师生 就策划了一场走读去的课程 邀请陪伴他们阅读的苏奶奶 前进余约二手书店 一起感受书香世界的美好 孩子对二手书店 有着满满的后期 最大来自于如何营运 及创业理念 我们为了要把这些书留下来 不管是情良的书 还是历史的书 文学的书 这些书都一定还会有人想要看 利用这个机会让小朋友知道一下 我们基隆市有个二手书店 在做些飘书的活动 让小朋友可以知道说 阅读有不同的形式 而且在访谈当中 可以透过人生的阅历 去知道说 如何从阅读当中 去吸取更多的智慧和经验 所以今天我们小朋友 从建书店开始 到我们的著名的雕塑 一直到我们的余约二手书店 他们应该是收获很多 也算是我们给小朋友一个毕业的礼物 中和国小601班师生 策划这一场转换课堂风景的活动 邀请到陪伴他们阅读的苏奶奶一起到场 进行幻书的温馨活动 品格能够感化一个人的心灵 那你心灵感化以后 将来你到社会 要找工作就比较简单 那其实苏奶奶跟我们合作 已经有超过5年的时间 苏奶奶已经90岁高龄 但是她每个礼拜 几乎都会来学校 各个学校去做 一个爱阅读 跟品德教育的活动 我们在苏奶奶身上学到了很多人生的道理 比如说诚信 品格教育为首 教育处中生科科长及中和国小校长 都亲自参与活动 给予师生满满的祝福与肯定 基隆在阅读的推动不遗余力 那我们也将在112选年度 我们要率全国之先 在所有的国中国小 每个学校都会设一位阅读推动教师 那我们希望这些阅读推动的领航员 在学校可以透过推出不同多元的课程 跟活动设计 那我们的阅读可以从小加根 孩子们也特别选读文章 进行live podcast分享 为国小六年的生涯 画下完美的句点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shell选择 加入出去 加入出口 有两个虚子 他们可以透过溜度 尽不及到一种 加入了十多的 拆担 加入适合 后面 加入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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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每个的业者都会遭到罪众可除两年以下服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盒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